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玩家带来了全新的游戏体验 这包括了附加内容 新职业乃至配音等元素 对于这款深受喜爱的游戏重制版 我认为在您决定购买之前 对游戏的基本概况做一些了解是非常必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游戏的关键信息 包括游戏的更新内容和预购奖励 以及你在购买前需要了解的一些细节 勇者斗恶龙3 HD RD重制版是一款经典重制制作 作为洛特三部曲的开篇制作 游戏讲述了英雄埃尔德里克尔德里克 踏上击败魔王巴拉莫斯巴拉莫斯的正程 多年前 伟大的英雄奥特加奥尔特加告别了妻子和孩子 踏上了讨伐恶魔巴拉莫斯的旅程 然而奥特加未能完成使命 巴拉莫斯仍然威胁住世界 如今 奥特加的孩子主角在16岁生日那天 受到国王召见 并被赋予了延续奥特加一致 击败巴拉莫斯 拯救世界的使命 游戏中 你可以招募三位盟友加入队伍 每位盟友都可以选择职业 外观和声音 本座还新增了一个全新职业训魔师 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这个新职业的特点 你将探索广阔的世界 游历众多城镇 城堡 洞窟 塔楼和地下城迷宫 去发掘这个世界隐藏的秘密 在探险旅程中 也许你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 为您提供解决一些问题的线索 你将拥有各种各样的法术和能力 来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 在探索世界的旅程中 怪物总是如影随形 永远不会远离 经典的勇者斗恶龙回合制战斗模式将随时展开 你和队友们对抗各种强大的怪物 并根据战况调整战术 武器 技能和魔法 以应对不同的挑战 击败敌人 你会获得经验之奖励 这会提升你的队伍的金币等级 让你可以购买更多强大的装备 勇者斗恶龙3 原作于36年前推出 这次的HDRD重制版本 为游戏增添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HD 2D是一种由Square NX开发的视觉风格 将像素艺术与3D图形相结合 采用虚幻引擎4进行开发 其核心魅力在于HDRD的视觉风格 如果你玩过其路旅人或时空勇士 就会对这种风格感到熟悉 角色和敌人保留了 他们标志性的经典精灵外观 和像素艺术风味 又在画面效果上 进行了现代化处理 背景环境采用全3D效果 服役逼真的灯光和阴影处理 使得像素角色和3D背景无缝结合 画面的视觉效果栩栩如生 呈现出带有怀旧色彩的 现代视觉体验 这种效果不仅赋予了游戏现代感 同时也保留了粉丝们熟悉和喜爱的 经典外观与氛围 勇者斗恶龙3 HD 2D重制版的战斗系统 继承了该系列的核心特色 回合制战斗 玩家与敌人交替进行攻击 使用咒语 武器攻击 物品和其他行动来争取胜利 这种机制简单直观 与经典游戏保持一致 每当执行命令时 视角转换为第一人称 增强了战斗的沉浸感 具体说来 重制版战斗系统的特色是以下四个方面 队伍的控制与更换 玩家将控制包括主角在内的四名队友 并可以随时更换队友 最终获得改变队友职业的能力 增加了战斗的策略性 怪物行为提示模式 在更新的战斗系统中 玩家需要密切关注怪物的行为模式 HD 2D重制版可能包含微妙的视觉提示或动画 以指示即将发生的强大攻击或弱点 为玩家提供战略优势 战斗的挑战性 原版勇者斗恶龙 三 以其无情的难度而著称 虽然小敌人的攻击力不强 但他们经常会以数量优势攻击 使得反复的战斗变得具有挑战性 重制版中 尽管Square Enix正在使游戏更容易上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的难度会降低 粗心的冒险者很容易遭遇失败 尤其是在穿越地下城的迷宫时 随机遭遇的敌人会不断增加 逃生机制 姬美拉之翼或Zoom 咒语将在游戏后期解锁 可以帮助玩家在危急时刻逃到城镇 但总的来说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程 适合真正的英雄 4.怪物竞技场锦标赛 重制版新增了怪物竞技场锦标赛 这是很独特的创新模式 怪物竞技场分散在世界各地 你将在冒险中找到它们 每个怪物竞技场举办的锦标赛 都有自己排名的竞技赛事 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组建一支 由三只被拯救的强大怪物组成的队伍 此外救助不同种类的怪物 还会让这类怪物的战斗力变得更加强大 你从该物种中拯救的第一个怪物升级后 该物种的力量也将随之增加 这不仅会提升你的怪物属性 还可以让它们学习新的法术和技能 如果你的怪物团队在竞技场获胜 你会获得金币和大量的奖品 如果你发现你的团队太弱 无法征服任何给定的锦标赛 那么旅途中请注意一些提示 留意拯救任何需要帮助的友好怪物 如果你拯救了强大的怪物 你的竞技场怪物团队的战力就会增强 从而提高怪物竞技场获胜的几率 每场锦标赛由三到四场比赛组成 这些比赛是连续的战斗 中间没有治疗机会 玩家不能直接控制怪物 因此请确保你的团队中 至少有一个能够在战斗中 帮助队友恢复生命值的怪物 如果比赛不按照你的意愿进行 你可以通过选择战斗菜单中的战术 来设置你的怪物的行为 战术调整也许会改变竞技赛的结局 5.新职业训魔师 训魔师是一个全新加入的职业 他会使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帮助你在冒险中拯救怪物 并带领他们参加怪物竞技场锦标赛 这一职业的成员能使用动物本能技能 来感知周围的怪物数量 并且随助拯救怪物数量的增加 他能学会更多技能和招式 训魔师的能力不仅在于驯服怪物 他还擅长使用群体伤害和治疗技能 能在战斗中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6.多种职业选择和转职系统 勇者斗恶龙3HD 2D重制版提供了丰富的职业选择 其中经典职业八种 勇者 战士 武斗家 魔法师 僧侣 商人 游人 又称小丑和盗贼 新职业训魔师 还有特殊职业贤者 一共是十种职业 每个职业都有其独特的能力和属性提升方式 其中 勇者是只有主角才能拥有的职业 贤者是满足特定条件才能拥有的职业 游戏中 当角色达到20级后 可以在修道院进行转职 转职后 角色等级会重置为一级 但会保留之前的所有技能和法术 并且属性只会下降约50% 充分利用转职系统的功能 你可以精心规划队伍的职业变化 打造多才多艺的角色 例如 一开始是盗贼 获得敏捷性 然后切换到闲者 可以打造出快速 强大的施法者 从而让你的队伍拥有更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7.冒险日志共享功能和性格系统 本作引入了一项冒险日志共享的新功能 允许同一账号下的不同存档之间 共享队伍成员 与Patty交谈并选择援助之首选项 这样您就可以招募志愿者 来帮助其他冒险日志中的小队 增加了游戏的互动性和策略性 此外 每位队员还有其独特的性格 而性格将影响角色属性成长的快慢 你可以使用书籍或视频 来改变队员的性格 打造出自己满意的队伍组合 在角色升级之前 你可以装备或卸下不同的物品 来操纵角色的个性特征 以获得最佳的属性增益 8.主线任务和支线故事 勇者斗恶龙3HD RD重制版的世界广大而丰富 包含了大量主线支线任务和可探索的场景 主线任务平均需要28小时来完成 对于追求较高完成度的玩家 及那些希望探索更多额外内容的玩家 平均游戏通关时长可达33.5小时 游戏中每一个城镇 洞窟和塔楼都隐藏住宝物和秘密 探索可以发现装备 物品 甚至全新的支线剧情 比如在游戏中期 如果你前往北方的诺维克村 就会遇到一个被诅咒入眠的村落 村中的居民向你求助 希望你找到梦之时来拯救大家 这也将引发一个全新的支线故事 9. 预购奖励和价格资讯 勇者斗恶龙3 HD RD重制版将于11月14日正式发售 支持PC PlayStation Nintendo Switch和Xbox等多平台 如果你预购数位版 将获得无忧旅行包作为奖励 包括一双增益鞋 3颗力量种子 3颗防御种子 3颗敏捷种子 3颗生命种子 和3颗魔法种子 这些道具也可以在游戏中获取 如果你在PC端购买 可以在Green Man Gaming上使用折扣码 November 15可享受15%的折扣 仅需50亿美元 以上就是关于勇者斗恶龙3 HD RD重制版的全部介绍 如果你对这款游戏感兴趣 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 Se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